很多都是打冒回家吃的 到天津 不能错过的美食 郭德纲的相声你曾经说过 到别的城市你可能要几天才会爱上这个城市 但是天津不一样 早上六点起床 你很大概率会在九点这些天爱上天津这个城市 因为天津的早点真的太丰富了 今天我要分享也是一家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早点 也是非常有天津代表性的一个早点 一起去看一下吧 到了啊 不要着急 你要不要老豆腐带走 很多都是打冒回家吃的 里头那个是老豆腐 老豆腐不快的 我也要一碗豆浆 给我来一碗小碗的干巴菜 然后一个窝头 一碗姜子 然后配了一个窝头 直接来看一下这碗干巴菜啊 要的是小碗的 现在是四块五上面是一点香菜 这个就是那个窝巴 然后底下是 酱豆腐 一点芝麻酱 吃窝巴菜的话 不要什么霍龙啊 然后一个卤子 赶紧来吃了啊 稍微这样动一下就可以啊 不要霍龙啊 要不然这个卤子会泄啊 太香了 看他这个窝巴 这个其实就是用 绿豆面摊成了煎饼 然后给它切成了条 再泡到这个卤子泡一下 加点 麻酱 姜豆腐 香菜 他这个窝巴很有韧气 然后每一口 裹满了这个卤子 要了一个窝头啊 吃窝巴菜有的喜欢配那个 果汁配大饼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配这个窝头啊 给它掰一下 放到这里面 蘸一下里面那个 弩汁这样 这样我觉得特别好吃啊 当然那配烧饼也不错啊 很多小伙伴肯定好奇啊 明明写了窝巴菜 但是 天津本地人就叫窝巴菜啊 你要买早点的时候 说要窝巴菜 那就有点太那个啥了 然后这也是天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早点 真的是出了天津就吃不到的对 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没见到啊 窝巴菜 这家也开了很多年了 基本上每天早上就是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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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窝巴菜吃完了 再来碗姜子啊 溜溜缝 然后很多天津人美好的一天 就从这个早点开始了 这次我觉得就是到天津有必要试一下的早点队 干嘛猜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 觉得怎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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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